Hello,大家好,我是东仙手工坊 上几个视频呢,我教大家把这款玫瑰花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勾置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现在教大家去组装玫瑰花 组装玫瑰花呢,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的是2号的40厘米长的花杆 如果你要感觉这个花杆40厘米长,你要感觉是有点长的话 自己给它剪一段啊,剪一段就可以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先需要把我们花托的这个部分啊 花托的这个部分不有多余的线头嘛 给它放到固定到里侧啊,固定到里侧 粘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啊,别粘到手,别烫到手就行 因为毕竟焦焦比较热嘛 多余的线头剪断,好,这个花托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开始缠这个小花 我把这个小花先打开 大家就记不记得最后的,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花瓣的一个针目里边勾了12个短针 我们就是以这个为那个花心 以这个为花心的第一个花瓣,我们开始卷 首先我们是需要,呃,卷花瓣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卷这个小花呢,这个正常的话 你看,这个是正面,你也可以这个朝里侧 就是你看,这样我们这样去,可以这样去卷 卷,这样卷呢,花就是比较聚龙一点啊 我们就是把这个正面朝里侧的时候,去卷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小花就是比较聚龙一点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吧 然后你也可以反面的卷 就是我们把,还是从12个,呃,这个 长针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反面嘛 反面朝里嘛,我们就这样去卷 我就这样卷的 就是每一个这样卷出来的花会大一点啊 这样卷出来的花会大一点 所以两个卷花的方法 然后你就自己去选择就OK了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没有什么太啰嗦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花二号的花杆 随便找一个地方,我们给它穿过来就行 这样,给它穿过来 我们把这个,要微一下啊 我们需要借用到钳子 进到钳子,给它微回来 往下给它微一下 微一下之后,用钳子给它掐紧 这样,给它捏紧 看,就是这个样子 捏紧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稍大点胶 中间的这个位置,我们稍大点胶 我们就开始卷花 我们把这个小花开始往前卷啊 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别烫到啊 别烫到 好,我们先卷第一个 花卷,边卷花呢 我们边在这个短针的这个小花短针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边打上少许的胶 我们底下第一行不有短针吗 我们就是 边在短针的地方 我们开始给它打胶 边打胶我们边缠绕啊 这样会比较结实一点 你也可以用线缝 也可以用线缝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把这个花卷好之后 我们就用线去 呃,去在这个花的主体上面来回的缝合几下 也是可以的 这样 然后我们继续开始向下卷 边打胶边卷啊 其实这个玫瑰花还是蛮简单的 组装也蛮简单 然后勾之起来还是 我感觉还是蛮快的 这样 然后我们卷好之后呢 我们就整理一下这个花瓣 卷好之后一定要整理一下这个胶丝啊 就是玫瑰花上面有的这个胶丝 一定要整理一下 看,我们这个小花 看,这样就已经卷好了 然后你可以往外给它调整一下 这个花瓣的角度也是可以的 自己去调整一下就可以 然后我们卷好的这个小花呢 这个外边的这块啊 最后的一个花瓣 到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 少打胶 一定要少打家人们啊 因为这块不需要太多 好,少打胶直接粘到旁边的这个上面 花上面就行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线头 玫瑰花多余的线头 我们给它剪断就可以 好,剪断之后 这个小玫瑰花我们就卷好了啊 这个玫瑰花卷好之后 我们直接放花拖 就是从我们第一圈中间的这个位置 当时我跟大家说了 就算是勾置出来 我们缓起第一圈 没有再紧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要放这个花拖嘛 我们也是需要放花拖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整理一下小花 把这个花拖我们整理一下啊 把这个花拖看就是这个样子 整理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花拖我们需要在花拖的这个位置开始打胶 花拖的这个位置我们开始打胶 就打胶 就打胶花拖的底部啊 这个这几圈就行 好 我们直接给它翻上去 然后这个时候整理一下啊 因为我的这个空间有限 空间比较有限 所以就是大家整理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好整理一点 好 整理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见 你要是喜欢就这样 它往外张着 这个花拖往外张着也可以 然后你给它花拖 给它固定上也行 就是把这个位置 你们打上点胶 少打胶 直接就给它沾到花朵的这个上面 就可以啊 我没有沾 我感觉这样自然一点就比较好看 这样就行 因为它里边 你看它里边也露不出来 你要愿意沾就沾 不沾也可以啊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小花 我们玫瑰花就已经组装好 主体组装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缠花杆 我这个手上的胶丝老败人了 缠花杆呢 我们还是需要翠绿色的线 就是和花叶子 就是和花叶子 花拖都是一个颜色的 我需要的是涮骨啊 我需要的是涮骨 涮骨 然后接下来 我们 它和禅向日葵是一样的 它和禅向日葵是一样的啊 我们直接在这个花的这个根部的这个位置 花拖底部的这个位置 我们打上少许的胶 打上少许的胶 我们用 打上少许的胶之后 我们直接 直接把绿色的线 摁到胶上 这样给它固定一下 它不会脱线啊 你看 这样给它胶住之后 它不容易脱线的 而且是比较结实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是缠绕 围着这个主体 围着这个花杆 我们就缠 缠到我们所需要 就是所需要用的高度就可以啊 就是这样 你看 一圈一圈的往下缠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到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开始放花叶 就是一个叫缠 比较简单 虽然它比较简单 但是它比较费线啊 其实缠花杆是比较费线的 然后我们边缠到这个过程中 编绿顺一下这个线 这个大家自己缠一下吧 好吧 蛮简单的 我的手有点出汗了 我的手有点出汗了 好 缠到你所需要用的高度 我们直接把这个 小花叶子 继续这样 给它向下缠 先放里一个花叶啊 这样 然后继续向下缠 一定要缠紧啊 缠紧之后 随后我们把另一个小花叶子 也续到里边去 放花叶的时候 看一下啊 正面是朝上的啊 放花叶的时候 正面朝上 我们把另一个小花叶 也放好 放好之后就继续缠吧 一直缠到最后 这个大家就自己缠一下吧 我的这个里边实在是空间有限 不好缠啊 我们这个所有的花杆 缠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固定它线头嘛 就是我们还是用 我用的这个是461的胶水 如果你要是没有的前提下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401的胶水 那你用胶枪就行啊 用胶磅就可以 少打 少放上一点胶水就行 然后这样我们缠 缠到最后 好 我们固定 缠好之后 我们最后把多余的线头 剪一下 多余的线头我们给它剪掉 剪掉呢 你要感觉这个线没有太固定住 再少打一点胶水 好 看这个线头 这个地方就已经固定好了 而且还没有那么多的胶 固定的非常的牢固 好的 这一款玫瑰花 所有的教程都已经更新完了 都已经教完了 喜欢玫瑰花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勾知 比较简单 过两天 有教师节 无论是送老师啊 还是送朋友啊 或者怎么样 都挺好的 比较好看 颜色 大家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 好